台大醫院商店街 提供家屬患者更多資源 醫院送禮送花很常見 醫院送禮送花很常見 在台大醫院商店街 就能辦到 以醫學類相關書籍居多 提供家屬患者更多資源 醫院送禮送花很常見 商店街有專屬賣花的店鋪 提供乾燥花鮮花 另一頭有禮髮店分男女不同區 因為醫院有一說出院禮髮 有重生異味 可以讓一些來陪病的家人 如果很無聊的話 可以來這邊休閒一下 我覺得美食街還滿方便 就很多種類 對 但價格可能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但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 以台大醫院來說 年獲利二十三億多 美食商店街一年就賺盡六千七百萬元 比較看看 台北榮總美食街 有連鎖咖啡廳 泰式餐廳 一年營收有七千三百萬元 台大醫院和內湖三總 都是微風進駐 分別賺盡六千七百萬元和一千九百萬元 知名的小南門和老董牛肉麵都在其中 另外亞東醫院則是成品成包 一年營收兩千七百萬元 還有設立生活館專賣文具禮品 甚至還有迷你KTV包廂 這位在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地下一樓的美食街 讓民眾路過隨時歡唱 陪並經濟 營收可觀 實益娛樂住行都同包 三連新聞網程委陳佑榮 台北報導